鼠蛇人如何拥有好人缘? 在生活中,人与人的关系最是微妙不过,有些人的人缘好,身边总有很多朋友。 可是,有些人却恰恰相反,总是显得形影相调,落落寡合,其实拥有好人缘,对自己的以后的生活事业工作都会有帮助。 那么,鼠蛇人如何拥有好人缘呢? 一起来看看吧! 鼠蛇人要记得收起爱唠叨的个性、理性质上,追求完美的鼠蛇人总是以高标准、高要求来对待自己,对待身边的人,许多人也是无缘无故的就中枪了。 其实鼠蛇人要知道,这种吹毛求疵的个性放在交友上实在是不可取,只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讨厌。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和做事原则,所以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标准去对待别人。 所以说,拥有好人缘,往往能够在工作、生活中、事半功倍,还可以拥有一个庞大的人脉圈。 所以,鼠蛇人想要拥有好人缘,就要学会收起爱唠叨的个性,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,该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,不得不来,而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,又不得不走。 让人来到这个世界的,从表面上看,是父母,而从实际上的角度来说,是天意。 让人离开这个世界的,从表面上看,是疾病,而从实际的角度来说,也是天意。 天意,基本影响了人之一生。 所谓命运不由己,天意不可为,就是这个道理。 不要觉得自己有选择的机会,也许,我们的遭遇,皆在老天的算计当中。 天收人,有迹象。 如果老天要带人离开,那他会降下这五种不幸。 一,突然出现一个大病。 俗话说,阎王要人三更死,谁敢留人到五更。 在医院当中,每天都会上演无数的生离死别的悲剧。 有些人希望活下去,但疾病来得太凶猛,人也就走了。 有些人原本健康无事,没想到大病一来,人就没了。 人,来也匆匆,去也匆匆,基本没有多少停留的时间。 为什么呢? 因为人就像是地球这个程序中的代码,走过一次,基本就没有用了。 为了让人离开,为了让人的寿命有限,大自然就采取了一个办法, 那就是让人得病,也让人之细胞的分裂次数有限。 如此,人也就不得不走了。 所有突然出现的大病,都是上天让人离开的预兆。 只能说,当游进灯窟,要是无灵的时候,及时离开,才是对当事人最大的解脱。 二,不经意间,横祸将至。 有一个很残酷的现实,有的人走着走着,就遇到机会,发财了。 而有的人走着走着,就遭遇横祸,连命也丢了。 前者,多半有负贵命,只需要努力一段时间,就能遇到机会,扶摇直上,成就不凡。 后者,多半命数将尽,才会飞来横祸,终道而别。 就像汉昭列帝刘备,东征伐吾的过程,本来特别顺利。 可他不幸遇到了命中的克星,陆迅,被火烧连营七百里,不仅损失了大军,自己也在白帝城无奈地死去。 只要我们翻阅历史,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规律,那些注定无法得偿所愿,只能无奈离开的人,都会遭遇横祸,遇到克星,悲惨而别。 横祸,为什么不发生在别人的身上,而发生在他的身上呢? 因为别人命不该绝,而他命数将尽。 如此而已。 三,逐渐还清所欠的债。 有禅师说过,没有亏欠,就不会相见。 正因为相见,所以才有红尘的爱恨情仇。 有爱恨情仇的地方,就肯定会有姻缘。 而这姻缘当中所蕴藏的,就是债。 比如,我们欠了父母的债,欠了情人的债,欠了某某人的债,所以才会跟这些人相遇。 既然欠了债,就肯定需要还债。 所以,文汇发现,有些人会为了父母、孩子、伴侣而劳碌一辈子,最后一无所得,悄然离去。 这些人劳碌的意义,到底是什么呢? 就是为了偿还前世今生的债务。 不该偿还的债,不会落到我们的身上。 而该要偿还的债,哪怕我们逃到天涯海角,也躲不掉。 每一个身带因缘的人,都会在偿还完所有的红尘债务之后,自动断绝一切的因缘,从而走入到轮回当中,自有归途。 四,气数耗尽走向尽头。 上文谈到了一个词,命数。 其实,跟命数有关联的,还有气数。 人类这个大的族群,有它自己的气数。 微小的个体,也有它们的气数。 气数这种东西,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,就是自然的周期律。 就像恐龙存活了那么多年,当它们的族群发展到顶峰时,那就会迅速衰落,走向灭亡。 如果说恐龙比较遥远,那我们可以看看周朝的历史。 江子牙一开始就跟鸡昌父子说,你们激姓周朝的江山只有八百年的时间。 事实证明,江子牙说对了。 八百年后,西戎之地出现了强大的秦国,不仅横扫六国,还统一了天下,代替了周朝。 这,就是既定的历史气数。 试想,连强大的恐龙族群和王朝都有气数,又何谈是普通人呢? 由于普通人比较弱小,所以更会受到气数的影响。 五,完成了自己的使命。 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,都有他们各自的使命。 有些人的使命是来推动历史的发展,成就一番大事业。 有些人的使命是好好赚钱,照顾好自己的亲人和家庭,反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使命。 为什么孔子会说五十而知天命呢? 人,唯有到了五十岁,有一定的阅历了,才会搞清楚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使命。 这使命,一直隐藏在若隐若现的人生轨迹当中。 早年的时候看不懂,是因为智慧和阅历不够。 中满年的时候看懂了,是因为命数已经走了一大半。 一年可见四季更换,十年可见物是人非,五十年可见生老病死,一百年可见人间兴衰,千年可见沧海桑田,万年可见斗转星矣。 仅此而已。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